所以这个愿要大 愿为度一切众生 跟如来同愿 如来用这一句佛号 受方善事 一切诸佛如来 度众生成佛道 都用这一句佛号 都是劝大家往生极乐世界 这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 在这间你往后面可以看到 释放诸佛参谈 释放诸佛接受 就这一门 就这一句佛号就行了 只要你专盛念 你就能明信皆信 禅宗难哪 哪个法门都没有这个法门这么快 所以这个法门无比殊胜 真正是第一法门 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不要紧 真有成就 因为不认识字好 没念过书好 为什么 他思想单纯 他忘念少 学的东西太多了 头脑很复杂 很不容易把它丢掉 他也好不容易记住了 现在要丢掉 同样困难 没有学的人是有福气 什么都不知道 老老是一句佛号 念到你什么都知道 如果是真地专 专义 深年会成功 一步进 一句佛号 足够了 连迟 我一到晚年 都把尖叫放弃了 三藏十二步 让给别人物 自己呢 一步无量寿经 不是我 他是一步阿弥陀经 一句佛号 阿弥陀经 是无量寿经的小本 功德是同样的 所以真地是 诸妙功德 光无变火 这话佛说 不是佛 没有人知道阿 犹如大雀 乃至 犹如大风 铺行世界 无所障碍 那大雀 灿人多 能量大了 大风 也如是 菩萱世界 无所爱过 就这一句佛号 在这个世界 一切障碍都没有了 有很多人学佛 跟着我 念了多少年 身体不好 有病 就找一些医生 那为什么呢 对佛号不相信 不使佛 不灵呢 是他自己 没有信心 那海仙老和尚 跟我们表伐 他十八岁 身上害了毒疮 那医药没效 苦不堪言 那他忽然想到 观世音菩萨 就苦就难 度一切苦恶 他就专念观世音菩萨 念了一个多月 病就好了 创不愚而愚 这是什么 什么成绩 什么叫灵呢 信就灵 不信就不灵 不信的人 你念观世音菩萨 你那个创病 好不了 你找医生 医生把你治好了 你信那个医生 完全是自己的信心 外面是一个次要的 主要的是信心 他十二岁的时候 种了一个冬瓜 冬瓜被他堂地 偷掉 偷去了 他不知道 他就小声的 天天在住 谁偷了我的西瓜 叫他掌床 海滨 一句一句一念 念了三天 他堂地 果然 掌床 海滨 神娘来告诉他 真的你别念了 他也想有这么大的力量 赶快改口 快叫得好了 快叫得好了 唐地平 马上 果然就好了 这是什么 这是告诉我们 念力 能量 现在量子力学家 证明了 证明了什么呢 所有物质现象 从哪里 从念里来 我们天天打妄想 随着物质的时候 变成非常非常复杂 没有秩序 这就会造成灾难 如果我们的念头 统统是善念 统统是禁念 这个世界立刻 就是太平盛世 世界什么样的冲突 造罪 统统可以消灭掉了 太平盛世就出现了 都在念 所以我们常想到 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 祝佛插头 为什么那么好 我们看出来了 使尊介绍 这些祝佛菩萨 精先在说法 哦 原来是这样的 我们有没有听命本 有没有误过来 世间低等的好事 就是将经说法 没有比较更好的 没有比较更好的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 弥陀经上说的 精先在说法 没有停止过 那摄放诸佛菩萨 哪一个不讲经说法 没有啊 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变成这样的 毛病出在哪里 所有出家人都不讲经说法了 问题出来了 所有出家人都出来讲经说法 这个世界马上就改变了 那为什么 让一切众生能听到正法 能明白诸法事想 能放下一切错误 这就对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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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